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要欢迎到我们的人力专家雅云老师 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第二现场的三位嘉宾打个招呼 来 一起看一下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 段国荣 大家好 32岁 中国传媒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各位企业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段国荣 来自甘肃 我今年32岁 之前从事过人事 行政 客服 以及纪检等部门的工作 我个人呢就是没有较好的容颜 也没有出众的学历 但是我有一颗上进的心 我能做到爱企业如爱我的家 爱工作如爱我的生命 中企业如中于我自己 所以在此我想找一份 既能帮助别人又能提升自我的工作 好 欢迎你 欢迎来到这一幕 谢谢 看完你的这个资料啊 我有一个感觉 咱们沟通和交流一下 好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正直 正义感挺强的人 非常准确吧 非常准确 因为不正直的话 是做不了企业纪检的 确实他一身正气 你这个身上的特点和家庭有关系吗 有关系吧 因为我的父亲是军人 他就特别的正直 可能很多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子女 就是能够出生投地 能够就是财富有一个极大的收获 但是我的父亲告知我的 可能就是钱绝对不是第一位 你要做好人 然后你能帮助多少人 这才是你的价值 这个与我父亲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有道理 但是我想补充一句 其实实现价值帮助人 和实现个人财富的积累 有的时候也并不冲突 不冲突 对 不冲突 对吧 你生活当中 朋友眼中的你是什么样 我在工作中跟生活中 其实是全然两个人 在生活里面 其实我是一个红色性格的人 就是比较开朗 偏外向奔放热烈 那是在生活中 生活中 那职场当中呢 工作中就是 我当一踏入我们公司的门的时候 就是不由自主地就很严肃 就是非常有原则 就是可能不会跟我的同事 去嬉笑 去打闹 笑都不笑 很少 很少 就是微笑是有的 不会说跟他开个玩笑什么的 这个不会 工作中我是属于蓝色性格加黄色性格 很优秀啊 蓝色性格就是特别细致 在工作中就是基本上要求自己都是零食物 比如说我的工作的每一次报表 我的计划方案 我都会查阅很多次 呈现给我领导的一定都是 就是我领导都找不出问题的 完美 对对对 就是比较细致啊 好 黄色呢 黄色性格就是有点强势 就是原则性比较强 你犯了错 就是 就这么说吧 就是我的父母亲即使在我的单位 如果说他犯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我一定是按规章制度去处罚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触犯了公司的一些制度的时候 因为我的直属领导是我的董事长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董事长毕竟比较忙 就是他还没有意识到我这个错误的时候 当我意识到的时候 我都是双倍地罚自己 实场经历也比较丰富 也特别得体 我觉得还挺好的这样 挺好的 我想留灯 可是我没有灯 对啊 我观察一下